蓝湿后山,韩光君,你看这些兔子,好可爱啊,玉颖娇羞地说道。 嗯,韩光君,我们能去后厨拿点青菜、胡萝卜来喂他们吗? 无需,他们一日三餐都有专人喂养。 这样啊,玉颖很明显有点失落,可转瞬即逝,似乎觉得只要韩光君能陪着他这么一会儿就已经很好了,他也不敢有过多的要求。 蓝望鸡看着与白兔们玩耍的玉颖,此刻心中竟生出一片柔软,蓝湿素来不允许养宠物,可这一后山的兔子却是他所养,这个他还是记得的,只是为何他会养兔子呢? 为何看着这些兔子,总觉得眼前有个人影,他应该有着璀璨的笑颜,温柔了所有的时光,温暖了他的心,可当他想要伸手去拨清那些薄物的时候, 那个人影就慢慢散去了,转成了眼前这个女子的面庞,会是他吗? 心中的那个人,韩光君,韩光君,玉颖叫住了微微愣神的蓝望鸡,嗯,韩光君,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嗯。 韩光君,明日,明日是七夕,听闻山下采一阵有奇巧的庙会,甚是热闹,可否请韩光君陪我一同前去? 玉颖含羞待怯地试探着问道,好,那明日有时,我与韩光君在山门集合,一同触发。 玉颖怯地说道,嗯,于是蓝望鸡便和和玉颖并肩而行,缓缓向回走去。 这个和蓝望鸡走在一起的千千玉颖名画蓝心,自云尼,是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老之女,该长老在长老院内排行第五。 话说这蓝心,又是何时与蓝望鸡走得如此之近呢? 说实话,蓝望鸡自己也不清楚,不知从何时起,蓝心便经常出现在她身边。 两人也说不上说说笑笑,只是偶尔蓝望鸡默默地陪着她走走,时不时答上一两个字。 而且连她自己都觉得奇怪的是,对于蓝心提的要求,她拒绝不了。 心中虽无甚是不愿的情绪,但是也没有欣然应允就是了。 不过在外人眼里,看着他们俩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虽然蓝是家规里有不可背后与人是非这么一条,不过大家都太惊讶了。 纷纷猜测魏前辈是不是和韩光君在闹不合,不能怪他们在心里与人是非。 在弟子们的眼里,韩光君的身侧一直都站得都是魏前辈。 这莫名其妙的魏前辈许久不出现在云深不知处,换了个清俊秀美的女秀。 关键是,他们冷若冰霜,距人以千里之外。 只对魏前辈一人温柔的韩光君也默认了这个女秀与他这般亲近。 连兰老先生也只含糊其词地说,魏前辈是回莲花物行亲。 这谁家的省亲一省能省三个月的。 众弟子心中都疑惑重重,可谁也没敢说出来。 那个之前帮魏无羡交还御令的弟子蓝远更是心里嘀咕得很, 可是他早已被泽吾君下了封口令, 致使谁都不知道魏无羡其实已经彻底离开云深不知处了。 蓝远内心惶恐,总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一日,有时,蓝心早早地便在山门处等候着韩光君。 当他望眼欲穿的,忠实看见那一抹端方的白色身影时, 若不是蓝氏家规矩着,他几乎要开心地叫起来了。 今日的他,可谓精心打扮了一番。 一袭白如月光的广袖罗群称的他本就娇好的面容, 越发白皙光亮了起来。 腰间竖着袖有卷云纹的腰风,隐隐间泛着荧光, 应是用了上等的银线勾勒其中。 蓝氏一向素雅,女修们更是不得佩戴太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发饰。 多是用一根发带术简单发际, 不过年轻些的女修还是不能免去爱美的心思。 多半会在发际间插一根发叉, 蓝心今日就插了一根海蓝色的金石发叉。 流光肆意地甚是好看。 他还专门掠湿了些脂粉, 双眉化了线下最实心的远山带, 唇上也沾了些淡淡的唇质。 远远看去, 便是所谓一人, 在水一放了。 寒光君。 蓝心开心地唤道。 蓝忘记见他到了, 只淡淡地点了点头, 说了句, 走吧。 蓝心低下头, 有些小小的失望。 自己这番精心的装扮中事 没入了寒光君的眼, 他默默地捏了捏手指, 跟着寒光君往山下走去。 彩衣镇, 彩衣镇今日真是热闹非凡, 大街上的人已有摩肩擦肿之事, 才是有石磨。 天还没有完全入黑, 庙会的摊位一个紧挨着一个都已经摆好。 每家摊位的彩灯也全部高高地扎起, 就等着天黑后点上, 摇曳出醉人的光彩。 要说蓝心在今日这种日子 邀寒光君去逛什么庙会, 没存别的心思是不可能的。 七夕节, 又名其巧节, 七娘会, 原是女儿家祈求巧意, 吸经杂技, 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鱼开金楼, 人具席之。 不知何时, 民间流传起牛郎之女 雀桥相会的美丽爱情传说, 于是慢慢地在七夕这一天, 更多地变成了女子祈祷姻缘, 能与心爱的儿郎掌相厮守, 白头到老。 七夕节这天也有好些相应的习俗, 譬如香桥会, 接露水, 拜之女, 穿真斗桥等, 而其中最被女子们乐此不疲地推崇的, 就是香桥会了, 每年气息, 人们都赶来参与搭置香桥, 入夜, 人们祭祀双星, 祈求扶祥姻缘, 然后将香桥焚化, 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 欢喜地相会。 蓝星肯定不是来祈求巧意的, 能在七夕这天邀来韩光君, 她已经很是诧异了, 既然来了, 必然要祈求与韩光君的姻缘。 修仙之人比起普通老百姓, 本就显得超凡脱俗, 若是仙子的话, 那更是称得别的女子, 成了雍之俗粉。 蓝旺姬和蓝星一出现, 顿时惹得街上的男男女女纷纷驻足, 蓝旺姬清冷出尘, 气质出众, 真真是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蓝星也是仙子中的翘楚, 一世而独立地婉约家人, 一时间让这周围的云云众生, 都看呆了去, 心赞好一对碧人。 蓝星对于众人的反应说, 不满意是假的, 单就虚荣心上便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再看大家看他们俨然一副这二人 是一对的神情, 更是喜不自胜。 反观蓝旺姬便冷淡了许多, 依然副手而立, 与蓝星保持了一些距离, 脸上更是没有表情。 已经彻底入夜了, 街上的彩灯此起彼伏地亮了起来, 撑得彩一阵流光四溢的, 那两排长长的摊位远远看去, 更像是一座由琉璃组成的浮桥, 端得尚是天上人间。 离香桥会还有些时间, 蓝星便拉着蓝望机流连于一个个的摊位前, 卖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 不外乎是些奇巧用的针线, 用材质扎的香桥, 还有五颜六色的祈福用的福迁等等, 还有好些摊位卖些女子用的腌制水粉, 香善手势些的, 也有些摊位趁机卖些吃食, 因为总有些筋不住恶的男子会光临。 看着这一个个琳琅满目的摊位, 蓝星兴奋极了, 毕竟生长在蓝市, 平日连下山都难, 女修更是被严格归属着, 这样子能下山逛逛是奢侈至极的。 今日的出行还是好容易求了母亲, 母亲又缠着劝了父亲才应允的。 蓝星再也绷不住蓝市的矜持, 雀跃的四个孩子, 拉着蓝望机东看看西看看, 买了不少小玩意儿, 在他面前最初的那些拘谨也化为乌有。